2020年4月,黄轩成为了H&M品牌大中华地区的代言人 没想到,H&M却公然发生抵制新疆棉花 引起了无数国人奋起抗击 身为该品牌代言人的黄轩迅速与品牌割席 黄轩工作室发表了声明 表明艺人黄轩与H&M品牌已无合作 并且表示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 企图对国家及人权进行抹黑造谣的行为 黄轩此举获得了无数的赞誉 就是这样的热血男孩比想象不到他多有钱 从18年开始,黄轩的知名度迅速上升 让更多的观众认识了这一位气质独特的男演员 同时广告和代言也纷纷而至 新剧《山海情》一经播出 就获得了9分以上的超高评价 他所饰演的男主得到了不少网友的好评 剧组进行见面会时,黄轩就被曝太喜欢临下了 一度伸出在当地买房子的想法 原来私底下的黄轩是如此的任性 别人买房考虑的是实用性和现实性 他却是因为入戏太深而买房 这样随意购房的快乐平常人是想象不到的 而黄轩的人品如何呢 冯小刚就曾经这样评价过他 黄轩的机会与出色 离不开自身的不懈努力 蒋立文是黄轩人生中的贵人 红高粱、明月传以及亲爱的翻译官 都是蒋立文为他争取来的 黄轩也因此名声大噪 迎来了演艺事业的高速发展时期 后来黄轩得到了冯小刚的青睐 出演了芳华 凭借着出色的表演 他再一次征服了观众 随后陈凯哥也向他抛来橄榄枝 在猫腰传中 黄轩成功地塑造了白剧翼这一角色 备受观众好评 他也因此正式挤身一线男性行列 风光无限 黄轩的粉丝为了支持爱的电影 直接承诺自己有个影院 有八个厅 黄轩想排多少就排多少 此言一出 令冯小刚都威震了一下 我会跟着身边所有的人 相传这部电影 然后我想跟逊哥说的是 我有一个影院 有八个厅 你就说你想要多少排片 真的这样 真的 我同事 我同事都在这 他们知道 看到这里小编不禁感叹 如今家里没点东西 都不好意思追星了 黄轩走到今日 能与国内最优秀的 一拼电影导演合作 在电视剧圈呢 也可以扛起收视率 他靠的呀从来不是运气 众多网友选择黄轩 都不谋而合 表现过一个观点 他们看上的是黄轩的气质 和专业的严肃对待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黄轩可以算作是 85号演技领军人物 实力非常强 他虽不是科班出身 但对角色的分析理解 细节处理都非常到位 而且他每一部戏 除了技巧以外 更多的适合角色感同身受 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也正因为这种流露 真性情的表演 才打动了无数观众 黄轩的身子里 住着两个灵魂 一个老人 一个小孩 他既能保持天真浪漫 也会时刻提醒自己 低调泪脸 说到这 你应该知道 黄轩为什么能够 那么火了吧 当观众回归理性时 影视圈中各种怪象 也将消失殆尽 流量小声 整容脸 数字小姐等一切 怪现象 也将彻底没了市场 大海淘军剩下来的 就只会是像黄轩 这样演技在线的演员 大家喜欢黄轩 这个演员吗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 全播内容啦 点关注 不迷路 我们下期再见